好 發生在時候一大早北投淒離岸捷運站 有陌生男子持尖銳物品 看路過騎士不順引就隨機攻擊 沒想到人還沒有落網 隔天行進市林區時 同樣拿出尖銳物 衝向路過民政 深夜時間兩名男子在路口起了爭執 其中一人突然從包包內拿出尖銳物品 衝向對方 嚇得被害人 直接在大馬路上拔腿狂奔 回想事發當下至今還心有餘悸 對方有對上眼 就把袋子裡面把剪刀拿出來 做事要傷害我 那其實我一看到剪刀 因為它本身是比較尖銳的那種 我就趕快過馬路趕快跑 蔡先生魚帶顫抖 當時才剛從家中走了出來 和對方也互不相識 僅僅是在路口對上眼 竟然就被盯上 那時候可能有下雨或是滴水 有被水滴到這樣 可是他走到一半出來回頭 那他就用台語說 你幹嘛噴我這樣 他就越來越激動 事發就在十一號晚上九點多 被害人當時步行在台北市 天母西路時 遭到江信男子持力氣 做事攻擊 但這已經不是江信男子 第一次持力氣恐嚇 路過民眾 他是後來看到新聞 發現說 其實他前一天 有發生類似的事情 原來這名江信男子 平時居無定所 出沒在台北市市林北投區 有多起傷害前科 只要對到眼 就會無故做事攻擊 十號一大清早 他也同樣手握尖銳物 在後方追著一名女騎士跑 目前警方也調閱監視器 鎖定嫌疑人 鎖定一名男子 涉嫌重大 盡速棄捕到案說明 不小心對市道 就被持力氣恐嚇 警方勢必得加緊腳步 將人繩之以法 以免北投市林的民眾人心惶惶 記者洪朝鮮 黃盛全台報導